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Gigi对战SST的第4局下半场 风窗挽留 那带闪现还是带传送的 Elf的话这把的这个邦邦 我觉得确实他并没有说是就是打的非常的功利 有好有坏吧 我个人是比较觉得就是打比赛嘛 赢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说你打的功利一点没有任何问题 就像他上一把的那个红蝶一样的 他那个红蝶压根就不是说我奔着平局来的打到中心 那个红蝶就是想要左边搞一下右边搞一下 然后把你们耗尽以后开门战一波都剩这样追两个的 他这把的邦邦也是 并不是说我就一定要留一个对吧 就死皮赖脸的赢 而是说我要打出我的风格 我Elf我水平高 我要打出自己的风格 打出自己的水平上来的话 找到是这边巴师傅的击球手 带的是个闪现 先丢一颗炸弹封住这边的点 第二颗连弹但是是一个五秒雷啊 连炸没机会 风窗加五碗流的邦邦 这个位置追击球手不是特别舒服 但是其实这套阵容你不追击球手呢 只能追那个入脸师了 而入脸师的话带的是一个 他带的是一个闪现啊 这边找到病患 病患第一个勾连炸没有中 但是这个身位的话感觉要吃个实体刀了 先炸打 后续两连雷不行 我交闪现 这一波病患的一个勾 只是解决掉了当前的 哎呦 有没有连 跳走 他只是解决掉了刚才的一个眼前的问题 并没有解决到一个根本性问题 这边的话需要让金融来保一手 不进板子吗 这进二楼的话感觉容易被炸弹连上呀 要交勾 勾走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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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 这个 哎哎哎 在防 在防 艾尔夫这边直接闪下来 预判了一手 那病患这手防防的很漂亮 防确实防的很漂亮 但是他已经没有了他的保命道具了 这边一个连炸应该是带走了吧 还没有 还没有的话 机球手能不能搞一手 棒子 先丢炸弹 封这个口 第二颗炸弹 看你的走位 还行还行 艾尔夫这边的一个连炸 并不是特别的准 也不是特别的舒服 这边有棒子吗 哎 漂亮 哇 这手棒子舒服啊 打开一个身位 再打 两连 你想捡球 那我这边打你 但是我捡了球以后 我是买血 这一波巴师傅的机球手立了大功 先打一刀 大老师已经比较看好穷者了 确实 这一手的一个牵制是牵制的非常到位 或者说辅助辅助的非常到位 OB OB的非常到位 其实在牵制上面的话 我觉得病患还是给了一些机会的 但是巴师傅这边玩的好 而且病患呢 有一点做的特别好 就是他防住了艾尔夫这波一个隔墙闪现 那这样的话还真的 你别说入恋师在场的这个局 有点机会 但是这边的话似乎好像找到了病患 第一炸 封住一阶位置 第二颗连炸 躲掉 没能成 没能成的话 怎么说呢 前期的一个密码机是已经拖出了三台半的一个量 这个击倒时间已经超过三分钟 接近三分钟了 这个时间的话 穷者 两波薄命应该是可以套 但他没有第二波薄命 第二波的话应该是直接入恋了 这边的话第二波应该直接入恋了 所以说这边呢 草哥应该是过来看一眼这个入恋师 而不是看一眼这个病患 然后待会给入恋 用病个狐皮跳 炸 炸 打 那没了 那这样的话 因为没有薄命 没有薄命 过半 即便 哦 有薄命 机球手有薄命 但机球手救不下来呀 Elf 这前面虽然说确实有给到一些机会 但是 后面这一波防守 有闪现 插翅南飞啊 面对一个有闪现的邦邦 你知道这种 机球手呢 巴师傅 巴师傅救命 八哥 八哥 八哥在哪里啊 八哥还在休机 挂飞 那恭喜 SST啊 是非常精彩的发挥 挺进决赛了 尽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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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这是一个挽留闪现的邦邦 那我们期待一下机器在季军赛的一个发挥版 好吧 尽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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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可惜是可惜了啊 但是怎么说呢 确实今天SST给到我们的一个感觉 真的是绝对不亚于国服的这些顶尖强队的 这个震慑 没震慑呢 我觉得四人开门战的机会蛮大的 四人开门战的机会蛮大的 因为他们的一个战术安排 其实已经都安排好了 就如我所讲的 下一波的话都不需要救 下一波直接是套灵鹫的一个 那个局了 一个那个节奏了 就套完灵鹫 你这是一个闪现邦邦 你根本不可能再去跟这个病患见面 压根见不到面 但是闪现 但是震慑嘛 那怎么办呢 这震慑这个东西其实没有特别 就是双方的一个博弈 面对一个邦邦多少顶尖选手 对吧 在邦邦邦邦邦手下吃震慑的 这里的话有闪现啊 有闪现 来准备闪现打了 哎漂亮 杀 这里的话 这个闪现 到现在已经是没有胜负关系的时候 他已经打的就相对来讲比较轻松了 就开始秀起来了 今天的话 巴师傅的这个机球手真的 我觉得巴师傅机球手已经发挥的非常非常好了 这把其实能打出前面这么大的优势啊 这个机球手真的功不可没 现在的话 机球手手里面没有道具 一颗雷倒地的机球手 而ELF这边似乎是 不想单纯的保个平 他还想真胜的感觉 他压根没有去追这个机球手啊 他过来找这边的入联师 找这个入联师 不好吧 当时追机球手一颗摇扣雷 这机球手就没了呀 就是这边点门 入联师那边的话 如果说这边门点开的话 入联师直接交入联就是一个三跑了 哎呦 入联师真的 如果前期战斗优势六川的那种局 是很有机会的 现在的话一刀倒地 他得牵 先牵 入联 那三跑了 三跑了 三跑了 拦不住 拦不住 也是 让我们看到了 机器这支队伍的一个韧性 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 居然最后还是凭借着一手入联 完成了一个三跑 当然这个三跑呢 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 ELF他并不仅仅想要平的感觉 他想要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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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